这里呢就是 硫磺谷温泉泡脚石的站牌 这个站牌叫做弥陀市站 只要你搭小九小七小二六和一二九号公车 到弥陀市站下车 就可以到这里了 那到这边之后呢 还没有到泡脚石的温泉哦 前走走差不多几十秒 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招牌 就是硫磺谷地的景观区 从这边进去之后往左转 有一个小路 这边是停车场啦 那停车场那边有个小路 一进去呢 就是硫磺谷温泉泡脚石的 这里呢就是硫磺谷温泉泡脚石 也是这三个温泉泡脚石中 最远 但也是最值得来的一个地方哦 为什么呢 硫磺谷温泉泡脚石的温泉 有别于 前面两个温泉泡脚石 完全不一样 前面都是青黄 就是水中就是清澈 可以看得见底 那硫磺谷这边呢 它的温泉是白黄 那里面呢就是一样 先洗脚再去泡脚 那这边是水龙头 跟泉源公园的泡脚石不一样 它是邦布的 一样这边都是水龙头的方式 那洗完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温泉 是不是不一样了 之前两处的泡脚石 那个水都是很清澈 那你看到这个水啊 就是很白灼 就是白黄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脚就是 泡完之后啊 全是红通通的 我再次在这边呼吁一下就是 这边的温泉真的很烫 在下水之前呢 脚就是慢慢下去 不要一口气下去 不然真的会烫伤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你有朋友 想要来泡温泉的话 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 有任何的旅游方面的问题啊 交通方面的问题啊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那我有看到的话 我会及时回复你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就赶快订阅 随时可以获得我去拍摄 一些分享的旅游资讯给大家 谢谢哦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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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